現在這次要調照的時候 我當然不敢這麼好人就要老了 因為你如果調照的時候 現在一個團隊已經 一個地方已經是一個團隊的家庭舊所 你換來就要重新打去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生意的 現在新調來到底要好 要好也不知道 我們就希望老中繼續老人 我們這次比合在內地的時候 也跟我們說要 他說要為國家的國中打拼 要讓生得更好 結果沒多久說要調照我們就不敢 那家庭舊會有很多人 拜託說到我 他們是說要請怎樣請 我說不必我先代替 你們用重新書就好 整個校長的調動 是依照我們嘉義縣 校長的臨險要點辦理 那徐校長跟柯校長 他都是一任任滿 他有主動提出要做調動的申請 那我們就啟動整個臨險的程序 那事實上柯校長就調到過鍋 還有習校長調到六家 事實上也都是在他們五個 志願序裡面 所以我們這整個調動 是按照整個臨險的要點來處理 那當然那個 我們臨險的過程 臨險委員會有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 校長調動以後 我們教育處我們可能 就學校相關的資源 要給他們更多的協助 那另外我會安排我們 評論讀學 這個都是我們退休優秀的校長 我加強給這兩個學校 繼續給他輔導跟協助 我們在我低落派去 說一休 halo konst飆 我們一� 一群國家 鬆